人性有五个真相 朋友中谁最穷谁的话最少 社会中谁胆大谁的机会多 亲人中谁最富谁的亲戚多 职场中谁圆滑谁就生得快 戒闲中谁发誓谁就不还钱 凡是听不得残酷真话的人 都活在婴儿的阶段 因为孩子都喜欢吃甜食 大人反而喜欢酒的辛辣 茶的苦涩 成熟分为两个部分 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 一半是对残酷的接纳 世界本质都是丛林法则 动物靠爪牙烈食 人类靠思维操控 这个世界除了你的父母真的为你好 其他人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口号 背后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目的 所以你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人 当然也不要完全得罪任何人 利益到位 陌生人就是朋友 利益消失 朋友都是陌生人 这话不好听 但值得你细品的 关注我 带你看透日期 对我的意思吗 好